开始看到的是恐怖情人 真的是恐怖的前夫 这名71岁的男子 他想要跟自己的前妻复合 但或许前妻不愿意 结果双方发生争吵之后 这名71岁的男子居然拿起折凳 就猛打前妻的头部 又拿水果刀猛刺前妻的头部和胸部 最后妻子倒窝在血泊当中死亡 71岁的李姓男子 4号下午想要进入秋姓前妻 在两个月前买下的套房 不过因为没有管制的刷卡 想随着住户进入 但是被管理员拒绝 到了晚间趁着管理员下班之后 李姓男子再次闯入前妻的套房 并且和前妻要求复合 双方发生争吵 李姓男子拿着折凳 打前妻的头部之后拿刀行凶 实责跟他的前夫李姓男子 因为感情的问题 还有财务上不是很清楚 然后奉何行凶 为什么要杀前妻 有什么深仇大恨吗 而据了解两个人还没离婚时 李姓男子的财务就是由秋姓女子来管理 两年前双方离婚之后 李姓男子却拿不回自己的钱财 因此常常用这样的理由要求前妻还钱 搬进来的时候是有常来找他 最近的时候有跟死者有跟管理员讲说 如果他前妇来找他的话就是理性男子 不要让他进来 贝兒的敬敬 从厂户里来救我 他们这种事情可能是成年老丈 怎么说成年老丈 因为他们两个好像是夫妻 以前是夫妻的 邻居听到秋姓女子高喊救命报警 不过警方到达现场时 只看到秋姓女子倒窝在雪坡当中 头部和胸部都有刀伤 已经没有呼吸心跳 经过紧急送医急救之后仍然不致死亡 而李信男子并没有离开现场 当场被警方逮捕归案 目前警方将他移送地检署继续侦办 记者唐九赵建林